那Jason也可以直接从外部直接读进来 放在我们的那个阵列里面 OK那这边的话呢 就分别放什么 地零笔的 第一一个栏位就是电脑 然后中文英文 中文英文等等的OK 所以总共有无比资料 应该这个地方看得懂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取得现在的时间 取得现在的时间就start 那因为呢 这个current time limit 是一个long 所以呢我们用宣告成long 当然当然你这个地方 OK好这边宣告有long 所以start 就是现在的时间开始 那开始出题 所以 输出刚刚两个字串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话换航 那第一题的话就是我们跑个回圈 因为我们总共 会有五题 逐笔的输出 那逐笔输出的话呢 我把它执行起来给各位看 就刚刚这地方 第一题就跑出来没有 所以第一题 那for i等于0到4 之间然后往下跑 那这边第1题 所以第 第几题 有没有就是i加1题 然后呢item就是什么呢 item就把0拿出来就好了 所以第1个是 电脑 输出电脑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输出啊 比如说我先打一个computer Enter一下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地方有没有就要做什么呢 因为我这边有一个 输出第几题 然后让使用者怎么样 怎么样呢做 做这个这个读取使用者 key的资料 那这边有个scan scanner net 然后呢 那我们比对的部分特别注意啊 我们比对的方式是 我现在的computer 跟什么呢 跟scan进来的东西 这个是使用者key进来的东西 做比对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用什么方式比对呢 不是用等于等于啊 因为不是他不是一个字 他不是一个数值 他是一个字串 所以字串要用什么 一个 叫做 ecos 然后面的话特别是忽略大小写 所以后面加一个ignose 什么呢 这个case 那实际上其实这个如果是一个字串的话 那你点下去自动会出现 ecos 字串会出 那 再来的话如果比对 表示里面是正确的话就答对 然后rise 等于是cons加1 那反之的话呢 就答错 那答错的话呢 必须怎么样呢 把他的那个正确的那个 英文的部分 因为英文在第2栏 所以后面的二维阵列的 这个 第2个部分的是1 那我们直接就输出他正确答案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如果输出的话 假设我这个地方 知心 假设我这边答 答对的话就答对 他有答错 我打一个 答错 他就会答错了 正确的答应该是什么 computer 他就怎么样呢 把 后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资料怎么样呢 把它带过来 输出到这里 那如果答对的话呢 就 他就应该说